你看這次Hawas Walsh有一個 吹桿練習的一張直 我們看到它有一個叫ARK 15度 有沒有看到有一個ARK OK 然後你可以看到這個線的軌跡是有軌跡的 那麼這個時候 你把T插上去以後 你的推桿練習是要跟著這個軌跡去做訓練的 那這個時候就是這種所謂的 Toe Balance的推桿去使用的 那它有15度 18度 也有接近18度的 那就是根據不同的這個 Face Balance 跟不同的這個Toe Balance的設計 這個多與少來決定這個ARK用多少 那簡單來說 我們用這種一致推桿 只有通過有一個很好的ARK 只有這樣的ARK才能把這個球推正 推正學 那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用黑白球 當然我因為我自己不用一致推桿 我也推不大好 所以大家只能參考我推的情況 簡單來說我先嘗試直上直下的推法 用這個Toe Balance的推桿 嘗試直上直下的推法會怎麼樣呢 有沒有球很容易關閉 他會關閉球會直接拉到左邊去 OK 那我們來看 假設我用有ARK的推擠方式 你看球的經過點是到這了 這是直的 我這邊的墊子啊 因為地形的關係 右邊是有點偏高的 但是我們就看前面一個點 點到點的位置 來看 所以可以發現這個球是比較直的 那我們來看那個Face Balance的推桿 一樣我們Face Balance的推桿 我如果ARK做的多一點 我們Face Balance的推桿 你會看球很容易開 球出去就是開放了 那假設我做直上直下的推桿方法 他球是相對比較直的 在這個軌跡這一條線上是比較直的 這就是Face Balance跟Toe Balance的差別